我沒有關係 你可以假裝沒事 離開這類 我一直要安靜 我只是想把情緒好好壓力 在張正月演唱會後半段 饒舌團體頑童跟歌手熱狗 突然驚喜現身 連發經典歌曲 音樂團體兄弟本色 去年底選擇在此 睽違五年大合體 台東鐵花村總是滿足音樂迷 大雨天 人幾人的咖啡店 找一個能向你舒服的角落 每週三到日 大約日落開始 鐵花村音樂聚落慢市集 就會有現場音樂演出 有句話說 鐵花一開音樂就來 旁邊還有個鐵花壩 能讓人邊喝台東在地食材 特調飲品 感受東部獨有 慢活跟自在 金曲歌手陳建年 和民歌之父胡德夫 也都曾多次登上鐵花村演唱 因為早在2010年7月 台灣還沒有地方創生概念時 台灣好基金會就試著以鐵花村為基地 幫原住民打造音樂舞台 讓台鐵舊戰遷徙而荒煙漫草的鐵花路 展現新魅力 所以我來這邊只要來演出的 我們就讓他們的作品這樣被呈現 13年過去鐵花村成功不斷進化 除了原住民還有大量兩岸歌手跟年輕音樂人都會過來 由於有個能展現才華舞台 鐵花村早已成為歌手搖籃 如今高雷雅發文回憶 還記得那時鐵花村 沒燈籠 沒圍藍 只有藍色屋子 成名後也堅持到鐵花村唱歌的紀小軍 還忍不住問能不能救鐵花村 臉書湧入感謝鐵花村留言 都說明著翻轉台東使命完成 鐵花村今年底功成身退 但歷史痕跡仍深深影響台灣人